今早的ET国股推介是中信股份267 简选原因是中央持续推进国企改革 中国特色股值体系成为了市场热点 借着活化国有资产这个大主题 多个央企国企的板块 包括中资电讯、石油、基建和内银等都相计起动 中信、光大、北控、上实、四大系的红丑中 中信系旗艦股、中信股份可以留意 中信股份自2014年重组以来 盈利连续7年能够保持增长 2015至2021年复合增长率达到8.4% 综合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2022和2023年分别是增长13%和1% 2023年盈利将会突破800亿元人民币创出历史高位 中信星期二股价收报9.2号3 2023年市盈率是3.4倍 低过过去10年平均值4.9倍 2023年市涨率是0.32倍 低过过去10年平均值0.39倍 集团2023年息率有7.4厘 过去3年派息比率维持在大约25% 憧憬国企改革下 股价潜在收复空间相当之大 策略上中信股份可以持9元水平吸纳 中期目标是2014至2015年的阻力位即13元 跌穿上星期低位8.6水平就适以减测 中期目标是2014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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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至2014至